我希望把粥底火锅分享给大家 每次我看到招牌下周 客人吃到间谍了 我觉得很开心 大家好 我叫何立芳 是爵士豪粥的创始人之一 爵士豪粥是广东式的粥底火锅 它跟传统火锅不一样 它通过我们的上等的香米 还有高汤一起熬煮 做成了粥底火锅 然后利用海鲜肉类蔬菜 一道一道的按顺序来下锅底 每天都需要四到五个小时来熬制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粥水有天然去心的那种味道 它通过海鲜来 它具备有鲜甜 下一道的话就是肉类 你再放肉类的话 它通过前面的鲜甜 鲜甜的味道还有肉类的味道 第三步呢是蔬菜 蔬菜通过前面的海鲜肉类 最后呢它的蔬菜里面有这些 前面三种的味道 这样子的话 粥水非常不错 刚刚在新加坡结婚 那时候我们去中国度蜜月 然后去广州那边看访朋友 碰巧我的胃很不舒服 我的朋友说 你要不要试一试粥底火锅可以养胃 没想到哇 我吃完之后啊 真的是胃很舒服 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粥底火锅很不一样 粥底火锅有健胃 养胃还有养生的功效 我本身最喜欢的是招牌下粥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具有纪念性的意义 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吃外婆煮的下粥 我也是很怀念我的外婆 为了这个的话我跟我老公讲 我们可以满入这些外婆的虾粥来试一试它 经过虾头还有蜜汁的酱料一起炒 再放入我们的粥底火锅 闻到一种非常很浓香的虾头味 非常好吃很有味道 我们海鲜是主要卖是 螃蟹 啦啦 还有虾袋子 蚝之类的 我们肉类有黑猪肉 雪花牛肉 还有肥牛 我们接下来想要推出我们的不一样的菜粥 还有港式点心 比如虾饺 烧麦 所以我想把这些美食又好吃又美味 用来分享在新加坡的朋友